如果说港股,其实是跟跌不跟升 当然它不止美国的影响,还有内地那边的监管问题 其实普遍环球投资者对中资股都很信心,没什么 怎么看,好像之前急跌完,但两天又再散 是否现在有机会又再下市更加低的水平 其实港股都看得偏淡一点,整体的大市上 有时如果说,说起某一些板块都会有特别看好的板块 就是个股,但是你可以说对比港股,或者对比很多的股份 可以说是跑赢,但是如果大市不好的话 其实就算你比如看好的,或者甚至有好业绩的股份 你就变成了难一点去继续有资金追捧 所以整体港股上其实是比较难一点的一个市场 还有如果说恒指的走势,其实现在看到这里显示出来 你可以由6月那里画到一条线,其实是有一个下降轨出来的 而前几天开始有一个技术反弹,其实就是反弹到去下降轨 到就开始掉头了 还有26,000,其实这次就是弹到去 26,000亦都是之前的一个支持位,就是小小的一个横行阻力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,我会看港股就比较偏向淡一点的 现在看看,上面最近阻力已经是26,000了 下面就有机会了,要看看有没有机会可能要测试之前的低位 下面就大约是24,500的 大家 会考虑跟淡一点的 那 未来是一件的 是20,500的 不是